对别人尊重 学会合作跟奉献 那有了这种成就感 就会是你继续 继续学习增强自身实力的动力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后来 散到全世界 我们很多学生现在世界略过 我基本上都不担心 我都只有祝福 我觉得他们应该OK了 他可以去逢凶化级 老师的工作其实就是 激发学生喜欢学习 加拿大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 那些学生他们直接的回答 他们都好喜欢上学 那21世纪教育协会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团体 那这10年的活动 也没有申请任何经费 实在是因为我教学的时候 都没有时间了 没有力气去申请经费 因为申请经费很麻烦 那非常谢谢所有协助的校长 学校的主任老师 但是我们每一年再多 比如说我自己能够带在身边的 大概40几个 然后去交流的学校 大概也就100多个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 action learning 这些孩子就长得不一样 那如果有更多的学校 愿意一起做这样的事 那刚好 所以到了前年10年 我们就所有的团体 全部一致 目标推12年国交 那12年国交之后 其实我现在就比较淡出 我很少去台北开会了 那12年国交之后 如果观念一旦改变一下 现在高雄 我们在Apple在这边 Jordan在那边推了 要这是个全新的东西 他更辛苦 以前的教育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老司机习惯就拿本书就可以上课 以后不是 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国外的学校是这样做 已经做了很多年 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的协会是一个以爱为初发解的组织 希望一系列寓教于乐的课程和活动 训练10到18岁的孩子 成为这样的孩子 成为这个司机 稳定的中间力量 那平常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会多找一多讲点 这10年的活动 其实每一年我都很希望 我都会 如果我能够跟对方的学校校长先联络上 我一定都会说 校长你能不能就是 先协助你们贵校的孩子 他也有能力 是像我们这样子 做相对的付出 因为他也需要自信 他也需要成就感 不是每次都是我们21世纪出去 孩子回来越有自信越有成就感 那他们就只觉得说 你们英文那么好 那第一年我们去的那个 刚刚看到那个红校长 教孩子骑独轮车 所以我后来看到南投 很多的学校都会骑独轮车 他们都会参加比赛 至少他就有一个专场 那可是这10年包括我们去上海 也都跟他讲 到最后所有的教学 全部把21世纪包办 因为如果学生 他平常没有经过教育 你真的叫他拿牌课峰上来就讲 然后跟人家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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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个是一次一次我们讲的 引导建立良好学习态度跟习惯 透过活动 使以适当的刺激 跟有计划的执行跟演练 那回归教育的本质 让我们下一代有能力 面对他们的未来 每个孩子都可以造就 都可以是天才 都是永乐的希望 那这个是我们21世纪的最终理念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